但是我想他應該想趕快現身給大家見面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神力評審 我發現不能講話所以我放棄了 下次還是麥克風架裡面 好 我講一下 國中部嗎還是 國中部 我甄立了幾個重點給各位一個建議 人藍眼都有第一次 每一次進來看到博弈當炮灰就覺得很可憐 然後一句話送給你們 當炮灰不可耻來日必更好 像我看到今年我 我還有點記得他們去年的樣子 也是一樣炮灰 所以國一請你們不要氣餒 希望明年如果我還有機會再來的話 可以看到你們更好的表現 那我整理幾個 第一個你們容易出現問題叫做K-POP大串流 K-POP大串流 什麼叫K-POP 韓國流行樂大串流 不是說不好 但是你如果可以適當的巧妙 運用那些音樂到你的主題 因為你們都有寫那個節目介紹 對不對 如果你的音樂跟你的節目介紹不符 反而你們的節目介紹會誤導我們評審 我們會覺得說跟主題不符 那你的扣分比例就會非常的高 再來 跳舞是一個非常視覺性的 我們評審在上面看 所以各班你們編舞者在編排的時候 要顧慮一下 讓我們在這邊看下去的那個 效果有沒有出來 你們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叫做健康操隊型 什麼叫健康操隊型 騎幾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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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健康操隊型 不是說不好 如果動作上有變化那OK 例如說牽手歡迎 但是如果你們騎幾百的騎幾百的 然後又站跳一樣的動作 矮的會很可憐 他跳那麼媽的 結果他被擋在後面 這是一個小小的美感 稍微希望你們留意一下 當然我知道 我也當作 我也在無聲寫作 我也知道你們的情況 一定是把會跳的往前面丟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帶領大家 可是這樣子反而 很多人他就會被卡住 雖然我們在上面看很清楚 可是我覺得他很可憐 好 再來 有一些 有一些班級 我有做記號 叫做全班看起來好累 今天要比賽太開心了 所以都沒睡飽 那這個你們稍微留意一下 上場的時候 如果你們的主題是歡樂的 那麻煩你們笑容不要打開 好 如果你是神秘 那就低於神秘沒關係 好 所以 戴面具 戴面具 像有些 好像兩個班戴面具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效果 反正我一個V怪客 V怪客就在那邊 不會 人家看不到我裡面是笑還是哭 好嗎 所以 如果說真的打不開那個笑容 那我們就是想別的辦法 除非你們的主題是很 很 很憂鬱的 很 很陰暗的 OK 好 大致上是這樣 好 再來最後一個重點 你們容易受到拘束 什麼叫拘 呃 這個叫我把它叫做文化拘束 你們容易受到 流行文化的拘束 好現在資訊很發達 你們看到什麼影片每次不同時段都在流行 什麼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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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發現很容易大家集中在那幾個流行 你們看得到資訊是這麼多 可是你們卻集中在這幾個 好 所以今天比賽開始我就有時候 如果我看到你明顯的去抄人家的東西 我就一定會扣你分 好 像某班 他用那個Wall Order 就是只有夢醒慢慢走的那個 那是我的偶像 不要亂抄 還好只有一點點 OK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希望 不管出贏 大家都要開開心心的 OK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尹玲老師來幫我們 就是給一點建議鼓勵一下這樣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我大概來了三年吧 三年還是四年 這三年來看到每一屆喔 每一屆的同學 然後不斷的在進步 那今年呢 國中部讓我有點驚訝 因為以往呢 高中部啊 多強過國中部 今年呢 國中部跟高中部不相上下 所以呢 我覺得高中部的學姐們 就像剛剛那個第一位神秘裁判講的一樣 你們太多的動作都像健康超市的一排一排一排的行列 跳舞要的是什麼 跳舞要的是創意 跳舞要的是什麼 跳舞要的是主題 就像你去唱歌 你要詮釋那首歌曲 你要跳的那一首舞 他是開心的 他是難過的 他是悲傷的 他是生氣的 每一個表情 每一個動作 都要非常的清清楚楚 還有 既然是舞蹈比賽 他就需要有 尤其是街舞比賽 他就需要有一點力道 該柔的地方 該妹的地方 該可愛的地方 還有 該有力度的時候 他是要非常清楚的 該是動作清清楚楚 簡潔有力 還是該是嬌嬌柔柔 可愛美麗 這是非常要分開的 所以 我今天看到的 每一個班級 其實每一個班級 他非常的 每一個班級 我都看出來非常的用心 但是呢 主題就是今年有多了 就像老師說的 有一些 有已經開始有一些 你們裡面的節目介紹內容 以往我們參加舞蹈比賽 每一年我帶了每一個學校 去舞蹈比賽 已經好幾十年了 每一次我去參加的時候 每一個裁判也都說 主題他是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表現了什麼主題 你再要貼切的表現出來 就像 你們剛剛有幾個是青春活潑 洋溢的東西 那有些 有幾個 比如說高二定格十七 我小小的介紹一下 十七他並不是只有一個數字 我看到的 你們身上 你們的穿著上 感覺很多的十七 但是十七這個中間 你們需要在動作上賦予什麼 比如說 你們十七歲的年少 你們可以多加一點創意 比如說你們十七歲的年少 可能會生氣 可能會有一點互相幫助 這個可以用內容去加強他的變化 那這一次我覺得 還有一些感染 比如說感染 你需要我們知道你是需要感染的 那那個感染是什麼 感染是放射的 感染力是放射性 可是你們的編排上 沒有讓我看到放射性的東西 這就是我說的明確 你主題上的明確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明年 一年幾的會感覺國一 會覺得很青森 可是我突然發現國一變國二的時候 我去年的國一變國二的時候 讓我嚇一跳 所以突然覺得他們好像 整個完全放開了 所以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表現 都需要你們的感染力 你們的感染力 可以感染到每一個人 好 我今天說到這裡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評審給的建議 那這邊就是要 借著有請校長能夠幫我們的感謝狀 謝謝這三位評審 然後這麼辛苦的 對 今天一整個早上 這樣陪著我們 看著我們大家的一個表演 那我們就首先邀請 黃南榮老師 我們的學長 自己奏樂一下好嗎 好的 謝謝